车祸现场白色小轿车整个翻转90度 而另一台载满沙石小货车 车头破个大洞扭曲变形 车内还有一人受困驾驶座 消防人员拿着油压检等破坏器材 试图破坏车体 但因为车身扭曲变形严重 最后请来民间脱掉业者 帮忙把变形的车体撑开 花了20多分钟才将腿部受伤的驾驶救出 警方调查21号下午4点多 白色小货车准备前往台北送货 途中与另外一辆载油两人的沙石车相撞 沙石车上副驾驶摔出车外 货车沙石车双双变形 驾驶一度卡在车内 现场因为撞击力道猛烈 造成玻璃等车体零件四处散落 车祸是否因为逆向跨越双黄线等 详细造则原因 还有在警方进一步厘清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进一步厨 前约